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写的名字 我说会啊 写完了 那好 你同样用你左手写看看 就很难写了 所以他就说 你有没有什么学习 我说 我就发现到你左手也是你人的一部分 可是你竟然没有去发展它 那你右手就是一直做一直抢 这样是一个完整的人生吗 我这个对我的影响 有这样的讲话是变得很重要 那就有一些反思了 那我刚才左手右手 好 我领大家来做一件事 大家把手拿出来 这样打下去 请问你的左拇指在上面 还是右拇指在上面 好 我是左拇指在上面 那这个动作就是说 以前试过吗 我没有试过 我五十岁才第一次知道说 原来我一拍下去 左拇指在上面 那他说好 那你假如变成说 右 变成左 左 变成右 再拍一次 你看 怪怪啦 就有一点怪怪的感觉 所以这件事情它就让我引发了说 我怎么到五十岁还不了解自己有这个 那当然是 当然就会问为什么嘛 就是为什么会这样 是我左拢右拢 还是什么东西 还是这个东西就很多你不了解自己 所以开始了解自己 所以我这个就是我 就离开企业没有任何原因 我现在还是 虽然还是董事长有 就是有做一些董事会 可是我基本上已经十七年 十八年 都从事在另外一方面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非盈利组织了 我不要再做capital game 就是赚现金来的 我不要了 我对这个够了 够了 我要做完全一样的 我以前另外一只手没有做的事情这样 所以就往公益方面去走了 对 好 谢谢 最后 因为我的记忆力只能够记到最后一个问题 金鱼吧 好不好 还是要签名 哦 他的签名 你的签名好好看喔 对 好